四國說遠不遠,就在關西和九州中間 香港坐直行機去高松,三個多小時就到 四國,一個對香港人來說都算挺冷門的地方 不過阿渣身為專業日本達人,挺冷門的地方 他都可以拿出一些堅料 因為他是石頭都可以轉出去的旅行渣 阿渣在片原町出發,搭琴平電鐵 沿長尾線去到花園站,車程大約8分鐘 他有一件很重要的小組 就是吃正宗的棧奇烏冬 棧奇是鄉村縣的舊名 是出名的烏冬王國 來到不吃一碗烏冬 也別說自己來過鄉村縣 這間店其實挺有名的 你看,很多人簽名在上面 這裡吃的就是牛油烏冬 好了,別想了 我覺得這個畫面應該很治癒,你看 你看看,讓我攪拌吧 不過我感覺到烏冬很彈 我攪拌的時候也覺得它彈 好像在吃卡邦拉一樣 它簡直是卡邦拉牛的味道 它有一點胡椒 這碗是小的 小的是490日圓 還有分中和大 中是590日圓,大的是690日圓 這裡平時排隊的,想吃要預送的時間 吃完烏冬,阿渣繼續他的私心旅程 接著會去哪裡? 這次是去海邊 高松竹港站旁邊有個玉祖公園 裡面有在日本三大水城之一的高松城古跡 是出名的打卡聖地 不過對阿渣來說,只是碎了 他眼尾也不看 因為他現在心裡只想著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高松北面的海邊 有一個叫做北濱町的景點 曾經是一個倉庫區 不過這裡最多的並不是倉務員 而是文青 這裡沒有紙皮箱,沒有貨架,沒有積車 只有濃烈的藝術標 連見關大場面的阿渣 都忍不住喊一聲 原來裡面很漂亮 原來這樣就叫做Omiye 因為真的找到海 但最漂亮的地方被人霸佔了 這裡很棒 剛才在樓下,我從一步一驚心 我都不敢走上去 而且這裡好像沒甚麼 樓下很安靜,像死城 但到來後,有一個很安靜的咖啡店 我很喜歡這裡有很多書 可以讓你慢慢坐在那裡看書 因為很多都是上閘 所以是看得懂的 我現在是密謀想去那邊的位置 可以看著海的位置 這樣坐在那裡,用背部掌握著你 然後喝杯咖啡 然後找一個人在後面給我拍照 這樣就可以走了 等到了…你看 那個位置終於刺激了 北均Ali不只有咖啡店 還有書店、雜貨店、藝術郎 設計工作室等等 絕對可以卸足一天 離開高松港 繼續坐琴平電鐵向下一個地方出發 這次是由頭站的高松足港 乘到尾站的琴電琴平 全程一小時左右 琴電琴平這個名字聽都沒聽過 難道這裡買琴特別便宜? 連阿渣都想操一下樂器? 失機無神,你找琴操? 其實琴平這個名字 是跟這座神社有關的 全日本大約有600座金刀比羅宮 而這座就是總本宮 古代叫琴平神社 琴平兩個字 又跟金刀比羅的日文拼音 Cottahela一樣 所以很多遊客來到琴平 無論如何都要來這座神社朝一朝聖 只要跨越這1368級樓梯 那就包你有求必應, 心想事成地說 這裡正式展開金刀比羅宮 這麼多級樓梯的旅程 原來我走到100級樓梯, 我不經不說 你看看, 前面這裡寫著100段目 假設應該300多級樓梯就到大門 要去到御本宮, 就是785級樓梯 如果要去到最篤的奧舍 是要1368級樓梯 好像感覺到只有一些喘氣 這麼快一百多級樓梯 我現在不算曬了 要不然 應該… 我應該說不出話了 3、2、1 太好了 成功了 那邊很漂亮 很漂亮 我…我起雞皮了, 漂亮得 金刀比羅宮相傳有三千年歷史 裡面供奉的是海上交通的守護神 以前大部分是漁業和航海業的人來參拜 不過現在就多了很多不關事的人都來參拜 因為這裡有一款傳說會帶來幸福的金色御手 像個寶貝袋一樣, 很想要吧 幸好說得及, 他們已經收緊了 其實金刀比羅宮的金色御手有兩款 一款就是這個 這個只有御手 這邊這個其實差不多 這個跟剛才的金色御手比 多了這款金刀比羅犬 這款金刀比羅犬是這裡的吉祥物 怎樣吉祥法呢 因為始終七百多級 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走上來參拜 就是以前的人 所以可能有些人上來參拜 就會派自己養的這隻狗狗 代主人走上來參拜 所以這隻叫金刀比羅犬 就成為這裡的吉祥物 好, 完成了 還有金刀比羅犬陪我回去 詞曲 李宗旺